字幕君 李宗盛 二月阿街真的要拍什麼 嘘嘘 做什麼準備 漱口 對漱口 晚餐吃什麼 你要跟我講一些什麼韭菜水餃之類的 他們說不要吃水餃 清完的第一個想法是 等一下要再清睡要十二十 不好吧 開始 導演有給你一些什麼特別的感覺嗎? 就是主要叫我慢一點 所以就是我自己覺得 久一點 放大一點 自己去的 對 我的方式就是一直看著他 然後觀察他每個部位 然後慢慢的我就有那種 好像真的喜歡上他的感覺 自然而然而就覺得比較 呼吸一點 那中間導演有一段那種 自己附看然後培養感情 他就是在做鬼畢啊 有一次是就是 剛好要做 然後就剛好同時做 超好笑 對對對 沒有 因為我們在講說 他平常很尷尬的說 他有一種很固定的笑聲 就像笑死的時候 模仿式就是 比如說 我常常講一些很尷尬的笑話 然後他就會 呵呵呵 敷衍笑 呵呵 不是一點都不真誠 你要那個 呵呵 呵呵 真誠我家有家有 我現在在演我們兩個 發生一些爭執的時候 害怕他就送我起 所以我先來幫他道歉 然後被他的這個吉他吸引到 剛剛帥氣阿 我自己看 呵呵 好啦開 呵呵 又這個笑 對不對 葉廣第一次看到 齊彰彈吉他嗎 我第一次看到他吃唱 真的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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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分好了 齊彰覺得 自己日常吃唱幾分 我先給 我先給 比較虛偽 真誠的 對 我給自己承諾 對 這樣我很承諾 我很承諾 你知道嗎 你做錯事情了 態度還那麼差 你給我去跪好拍戲 我沒有醬品 不做起來 滾 剛剛那場戲就是 葉廣俏的爸爸 安排的這個 法文家教 然後被發現 但這一次 葉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認真認真的 覺得自己是無辜的 他以前可能都覺得說 喔 爸爸罵我 那一定是我的錯 但這一次他是覺得說 其實這件事 你真的沒有必要講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 你自己抽在哪裡啊 就吃個飯 就吃個飯嘛 爸爸媽媽第一次看到 葉廣的感覺是 你太帥太可愛了吧 我可以生成這種兒子 我覺得很驕傲喔 很可愛很帥 希望我兒子以後 可以跟你一樣 保養的事情 是嗎 這麼講話 那剛剛在排這場 風土舞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想要分享 我們今天第二天排嘛 所以剛剛那場戲 情緒給得很足的時候 我覺得很好 那個表情情緒 還有一切節奏都到位 所以我覺得還蠻讓我驚豔的 演員最好的誇獎 就是你有個演員的樣子 我覺得這已經就是最棒 能做到的最好的本分 所以就加油 繼續做個演員 會的 會的 繼續做個演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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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